请观赏《关于男人》 欢迎您收看《关于男人》 男人的思想中有一种迷思 那就是喝酒的女人不正经 和男人打麻将 不能跟他们谈书 但是今天晚上 我们要跟两个男人 一起喝酒 一起谈书 他们是杨兆 你是作家 评论家 兼节目主持人 还有我们要特别声明的是 编剧作家 李刚 欢迎两位 你好 还好今天没有打麻将 所以今天只有酒没有麻将 男人大致上都看哪些书 男人 其实我觉得好像书 不应该分男人女人 你说专属男人好像 大家就会想到Playboy 或者是 现在有什么GQ吧 就是男人的那个fashion的杂志 对 本来讲我觉得看书 只有分人跟不是人 不是分男人女人 不看书的人就会变成不是人 不过我倒是觉得还是分 基本上还是分 而且恐怕比较清楚的 倒不是说男人看什么书 而是男人不看什么书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像我们了解到 一般市面上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数量的书 是属于什么自我成长 自我训练 人际关系沟通 那这些书 其实大部分都是女生在买 对 那男人其实 女人比较进步 女人比较用心 他会去想说 自己要怎么样 自己要怎么样 这有通缉过吗 我想这是蛮普遍的 那包括就是说 你看所有跟这种 自我成长 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场合里面 一定都是女多于男 听演讲的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相信男人 男人他是有一个 他最基本的一个倾向 我想我们是可以从 从男人的坏习惯来看 然后我常常讲说 男人其实有一种坏习惯 他很讨厌去请教别人 因为请教别人当中 就有一种权力关系 然后你去跟人家 要什么东西 你就是比较低下的 所以相对的 即使是连这个看书 也都是一样 那他看的书呢 他就尽量是希望是 吸收资讯 那么这个资讯 他觉得说 这是比较中立的 好像比较没有中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说是很明显的 教导型的教育型的话 男人就很不爱读 所以我觉得 男人一定读什么书 倒不见得 可是一定不读什么书 倒是还蛮普遍的 我们讲的是 这个台湾的男人 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 国外的男人 通常都看什么书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男人 他即使要看Playboy 他好像也不敢公然看 也要这个偷偷地看 或者是怎么样 好像是 这可能不同的世代 你觉得年轻一点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是 那么通常 这个 你都看什么书呢 看哪个时期 真的变化蛮大 小学爱看那种张回的小说 当然三国演义 什么之类的 《水浮传》 《七夏无异》 初中好像看 《雅森·罗平》之类的 还不是很成熟 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就是联考很闷 环境比较封闭 就会开始看书 比较看 我很喜欢看那个 存在主义的东西 卡不卡卡没有 那时候是过得很灰 不知道活着干什么 那时候很爱看这一类的书 然后比较有影响的时候 好像《西朝》嘛 从那个时候开始看 就然后慢慢看 一路到大学看上去 我还看文学的书 那时候还看那个 房春明 后来退伍以后就 当兵退伍以后 就做生意了嘛 我 其实我做文人的时间很短 我前十几年都在做生意 那个时候就看比较经济的东西 比较财讯什么之类的 天下之类的东西 包张杂志比较多 看那种比较长 比较硬的东西比较少 我会写剧本也是偶然 就正好生意做得不好 一肚子牢骚 开始写 出台湾 谁都一肚子牢骚 开始写 基本上那你是做这个文学 你读的是比较文学 文学评论对不对 我是一个文字 跟文字一起长大的人 那我多常常 我的意思是好玩是说 你不年轻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 你家都说跟图画一起长大 是跟图画长大 那我 我觉得那时候看那个电影 Rain Man 就是Dustin Hoffman 演那个语言 他里面有一段 他在那个旅馆里面 然后拿那个电话簿在读 是 有几个印象 我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是因为我自己都在想说 如果有一天 我身边实在是没有书的话 搞不好我也会读电话簿 那我觉得我读很多很多的东西 基本上 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在读 那当然我文学的东西 当然是比较重要 那我自己的本行是历史 但是杂七杂八什么东西都读 那我想比较大的乐趣 就是常常寻找 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读 所以就是只要是文字的东西 你可以念下去你就念 对 通常我的感觉 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写很多 关于政治方面的书 我觉得男人 他大部分喜欢看政治的书 可是他看政治书有两种目的 一种他要生存下去 因为政治影响经济环境 影响他的人际 社交的关系 那还有一点就是政治是流行 你不能不看 所以我通常我觉得 很多的朋友他买了这本书 他可能根本没有看 可是他必须要告诉 他的周遭的这些同侪 他有这本书 那是一种象征 会不会是某种象征 如果今天男人要用书 来象征他的地位的话 你会觉得 真的男人会比较关心政治一点 对 女生好像太太 姐妹淘那些好像是 不太谈政治的关系 是有一点差别 是当某一种政治的书 在市场上你没有看过 不过我觉得政治 我觉得好像也是阶段性 从前《白色恐怖时代》 那个时候好像 我想到大学以前 可能都非常地不关心政治的 好像也是这几年 我觉得才比较热闹起来 会非常地关心政治 开始看色论来看什么东西 当你发觉你身边的男人 在看哪一类书的时候 那个男人是属于 那一时刻的心情 跟他那一时刻的 他的性向是什么 我想这个 当然是非常难龙土回答 其实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我想基本上 男人他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说男人其实他 很不会处理很多 情绪上面的东西 包括就是说 我想包括周一空 你这个问题 可能都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出发 你会觉得说 如果我心情怎么样 我会去看不一样的书 可是男人比较少有 这样的直接的关联 那男人对男人来讲 读书有一部分是非常功利的 就刚刚你讲到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 这个东西要拿出去 可以跟别人讲起来的时候 不会被人家当作很无知 男人对于知识 有非常功利的一面 那就是说 知识是代表某一种权力的象征 或者权力的展示 如果他不需要展示这个权力的时候 他事实上很少会去读书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男人他当然 他会读各种不同类型的书 可是你很难 从一个男人读的书里面去 去就是说去掺测 他现在的心情 因为他的那个心情的处理 往往就说 如果有一个男人 他可以那么清楚地说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就不是男人了 他可能就变成一个 比较好的男人 你比较容易掌握 比较容易理解的男人了 那种男人 说不定也大部分的女性 还觉得太boring 太单调了一点 你觉得呢 杨赵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买书虚荣有一点 安全感有一点 其实我买的书可能 真的完全看完了 大概可能只有七八成 他真的很喜欢了解的 恐怕三四成而已 如果从两位的这个谈话中 可以发现 看书确实还是 你们从男性的角度看 他还是有他的功力的效果 跟他的工具的效果 不知道我们今天谈什么呢 我们在关于男人 今天谈男人的书 在我们的《纯酒》当中 跟李刚和杨赵一起谈 男人看什么书 你的男人又看什么书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书店里面 男人真的是看哪些书 没哪些书 男人坐着 躺着 站着 趴着 跪着 看的是世界名著 是武侠小说 是漫画 还是公则理会的写真集呢 到底男人看些什么书呢 一般男性读者 比较常看的书 除了小说散文 这个比较通俗的类别以外 我们看到购买比较多的类别 应该是气管 心理 政治 社会 还有军事 传记 这一类的书 那当然健康保健 也是最近大家说 比较乐于 这个比较重视的一些 图书的类别 那至于说杂志方面来看呢 财经的 气管 新闻 还有体育休闲 军事 以及一些包括 甚至于可以包括到装潢 或者包括到一些 食人的这些报道的这些杂志 这个通常都是男性读者 比较喜欢阅读的类别 至于说男女之间购买 图书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统计 大约是六比四 那当然这个不是非常地精确 相对的 其实我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男性所阅读的这个杂志也好 或者是图书的类别也好 其实也有很多的女性读者 她们会很关心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像新闻类的 或者是财经类的 或者一些有关于这个文学的 这些的杂志呢 其实女性的读者 她们也是相当关心这种的话题的 男生买书不会比较少 因为男生买书 大部分就是 工商器官方面的电脑 这男生买比较多 那女生的话 就是这些文学类的书 小说或者是展文 也买的 欢迎您回到我们 关于男人的现场 两位男人是编剧作家李刚 跟作家 专栏作家 节目主持人杨兆 你们两位自己都是作者 对不对 你也有这个出版书 你也出版书 你出版了多少 好像很多本 我不太确定 确切的书 应该在十七十八左右 从书 讲到这个 看书 事实上 其实文字 是一个人类的永恒 我们电视 那么的这个风情 那么电脑 现在已经从网络到整个 侵占了资讯的这个世界 可是文字 还是一个永远 我觉得文字 是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书籍 它是永远存在的 写书跟看书是 你不怕被 这个遗忘 而且我觉得写东西 它是一个那个 绝对的快感 不像拍电影 它是一个相对的事情 它是跟人跟电影在玩 人跟事情在玩 相对的在玩 写东西它是一个 就是绝对的事情 你自己跟自己在玩的 一个东西 你写完了 它是一个绝对的快感 不是一个相对快感 当然写不出来 也是一个绝对的痛苦 它是在你的操纵之下 如果说像跟这个 做电视或做电影比 我想喜欢写书的人 还是多多少少 有点比较 比较独断 比较独裁的个性 因为真的写书 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 它是完完全全 只有自己来控制 那我也 如果要给我们推荐 我们推荐给我们的 这个男性的观众朋友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是女性观众朋友 也可以看这个书了 就是这是男人推荐的书 你推荐的是 其实制作单位 在前几天问我说 要推荐一本给男人看的书 我一直也想不出来 什么推荐男人的书 我推荐一本书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 叫《维城》 也是三零年代 钱宗书写的一本书 我觉得它真的是那种 就是天文地理 古今中外那种 真的是博学 那个东西 把中国人那个了解 真的是透了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时代 就是三零年代 其实那个西风东晋的时候 刚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社会的结构改变 跟着男女关系的 那个基本的东西 雏形都已经在那边了 其实《维城》这本书 现在它因为 它已经不是禁书了 反而觉得 失去了神秘感 我记得以前 我们大学的时候 读的是那种 黑色的封面 对不对 而且书名好像在里面 对 以前是禁书 对 前几年还只能买到 那个简体字的 对 那个男女关系 我非常地喜欢 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男人的这个 叙叙唯唯 真真假假 对 其实也是男人的本质 对 男主角个性 我觉得也蛮像的 有点浪漫 有点痞子 有点虚荣 有点痞 有点痞 也有点赖 对 杨赵推荐的是 《为何男人憎恨女人》 这本书是 是一本翻译的书 对 这本是你 对 这本是为了我们的节目 推荐的 还是你如果是 随时推荐 也推荐这一本 我想 我想我应该回头讲 虽然你们这个节目 叫做《关于男人》 不过你们之后 跟我联络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刚刚前头 我在想说 谁会来看《关于男人》的节目 其实绝大部分 恐怕还是女人 还是女人 那如果真的有男性观众的话 我就想说 我挑一个这个书 是真的是 修理男人的一个书 我觉得男人 当然我一直常常 在很多立场上面 背叛我自己的性别 我觉得男人 真的问题非常非常大 然后他有时候 需要一个 就是好好被人家打一顿 那这个书 它是一个男人写的 那可是他用了 非常非常多 包括女性主义的 叙叙多多的想法 来解释男人 那我觉得他这里面 有一个血淋淋的 一个事实 是在一再地提醒我们 就是说我们内在 有一个自我 他是在对待女性的时候 才会出现 我们看到太多 太多的男人 他在社会上面 完完全全 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非常好 但是他很奇怪 他在面对女性 尤其是面对 亲近的女性的时候 他会露出一个 你不能想象的面貌 那我们其实很多男人 都在逃避这个东西 那我想就是这个书 他逼你去正视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跟女性之间 过去关心 当然他用了很多 这个精神分析的知识 可能对一般人 会有点辛苦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 肯下定决心 去把这个东西克服 事实上同时克服的是 你对你自己的一些逃避 我觉得男人真的在 如果说要好好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必要有一天 被这个女人当作敌人 完全消灭掉的话 是该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所以我为什么推荐 这个书的理由 女人看完以后 拿给你身边的男人看 他这个作者 这个后面 这个翻译的一本书 他说男人对女人 怀着一贯的敌意 在控制与支配女人的行为当中 表现出了这股敌意 这股敌意里面 可能也发自于一种 这个两性的 基本上先天上的 这个尊跟非 有先天上的 更多社会上的 我们倒觉得21世纪 我觉得台湾的男人 这个关于男人的 资讯其实蛮少的 你看像这个书 也是翻译的 对不对 那么前一阵子 你也介绍过的 《沉默之子》 也是翻译的一本书 那么我在去查的时候 也发现 关于两性的书 比较有系统的研究的 也是女性居多 多多少少有 可是这个我想 不只是东方男性 事实上在男性的文化里面 它有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那就是说 它是喜欢向外征服 而不愿意向内反省的 所以任何关于男性的书 由男性自己来写的时候 都有一点点别扭 那么男人的这种 逃避的心情 其实是相当强烈 那在台湾更强烈 男人基本上都认为说 我最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为什么需要去 拜托别人来教我 我是什么 可是这是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想女性至少 它有一个好处 它常常会觉得说 我是谁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为什么这样 那包括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包括去读 这个占星学 星座书 其实多多少少 还有这种自我追寻的 一个冲动 那大部分的男人 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冲动 他就觉得 我就是这样 那么你当你觉得 你就是这样的时候 事实上就表示说 你接受你自己 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最恶劣的东西 你是认为自己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能改变 而且是包括 人家给你的一切 不过两位推荐的书 很特别 其实通常我们想到 男人要推荐书 都会想到三国演义 对不对 都会想到这个 三国我早觉得 那个黎通芳的那本 非常好 细说三国 你就说他的这个 他自己注释过的之后 对对对 我觉得他的解释 真的非常的有趣 是 那么如果我们最后 你临时马上想出来 除了这两本书之外 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睡觉以前 明天早上进书店 他要买给他 最喜欢的男生 他应该去买哪一本书 给他们 最喜欢的 今天不回家 有点感性的 就是女性 杨赵呢 我想 我想如果说要真的要 就是说女性要买给男性 去读的书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像这个 也许是像海地报告 这样的书 海地报告里面 它有一系列的 关于男性的研究 关于男性的 关于男性的统计跟调查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女生可以看 同时更可以强迫男人 去多了解男性 到底怎么一回事 非常谢谢两位 我们今天从这个 看书来看男人 当然这个 这段访问当中 不能让所有的女性 都能够从书本中 去了解你身边的男人 不过这两位男人 你大概有了 比较深刻的了解 非常谢谢两位 我们在影片当中 还有一位特别来宾 蔡康友 为我们大家推荐 他介绍给大家的书 谢谢两位 同时也希望 大家一起都去买书看书 男人这种人 到底应该读什么书呢 男人可以考虑读一些 其实手边 立刻就可以找到的书 为什么要推荐 手边立刻就可以找到书呢 因为男人都很懒 所以你叫他们 去找一些怪书 他们可能懒得去找 我推荐哪两本书呢 我推荐的第一个 就是三国 我觉得三国演义呢 是所有男人 都应该要读的书 因为那是一个 很精彩的男人世界 充满了竞争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勇气 充满了这个 卑微的欲望的 这一些混合体的 一本小说 另外男人也可以读 《西游记》 《西游记》 为什么会推荐给男人读呢 因为很多男人 实在太缺乏想象力的 《西游记》 可以重新展起你 对于想象力的一个感觉 你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妖怪 然后各式各样 追求梦想的过程 可以唤醒男人 想一下说 为什么在人生旅途当中 他做了这样子的选择 然后他身边遇到哪些人 是可以被归入妖怪的 这个行列里面去的 坏男人应该念什么书呢 我认为坏男人 他应该念《小王子》 这本书呢 男人几乎都是不读的 《小王子》 这个圣修伯利 法国作家所写的 你如果看小王子 会发现说 原来人与人间的关系 可以这么简单 可是这么重要 那其实很多男人的关系 都已经太肤浅了 太不重要了 太跟这个原来人的本能 所追求的美好的感觉 没有关系了 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满足一池的欲望而已 那看《小王子》的话呢 可以感知到说 人活在世界上 可能有一些 可以比较简单追求到 然后可以让人变得 比较幸福的东西 那好男人 应该念什么书呢 我认为好男人 应该念《香水》 这本小说 《香水》这本小说呢 讲的就是 有一个男人 他是用鼻子 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来辨认这个世界的 那他的嗅觉 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他因此能够发展出 一个创作香水的能力 他创造他的香水之后 具有的魔力 让所有的全世界的人 都为之疯狂 所以最后香水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毁灭 我认为好男人的世界呢 可能太缺乏刺激 太缺乏冒险 太缺乏对于感官方面 开发的能力 所以香水这个小说 可以提醒他 其实男人在感官方面 有无限的潜力 应该加以开发 这个潜力一旦开发出来 可能会带给他一个 跟以前截然不同的 全新的世界 问世间情为何物 真叫人生死相许 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男人有女人 爱情就永远不会消失 每一段感情的背后 都有一个深刻的故事 只要用心经营 见三次面就走入结婚礼堂 也可以营造出一个 美满幸福的婚姻 江汉光医生 就是这样一位男主角 我大概结婚 十三四年之久了 在当初结婚的时候 是在我做住院医师 第二年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 大概在我大姐和大姐夫 他们在银行里面 做生意的关系 所以我在大姐夫在银行经理的介绍之下 就是让我们两个见面 然后很快的我们觉得都不错 而且经过双方爸爸妈妈的认可 所以我们大概在三个月之内就结婚了 不过因为我们很快的时间结婚 我可以感受到 而且又是当初 又是凭介绍认识的 跟我过去自己所认识的 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我一辈子第一次经过介绍的 就结婚了 所以大致上我个人 虽然经过这么十多年的时间 我很难能够体会到 到底介绍认识的 还是经由自由恋爱 自己找的认识的来得好 我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结婚已经有十三年的时间 我已经有三个小孩子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蛮用心经营这个家庭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我的声音是婚姻生活 还算是圆满 还算是快乐幸福 在牵你的手 在看你眼眸 真爱已在其中 曾经失去 如今能拥有 只愿今生别再放手 曾经失去 更真心拥有 只愿今生别再放手 未经许可,如今生别再放手 未经许可,如今生别再放手